讲完了这个部分以后 就到了拍摄之前的一个环节 拍摄之前的一个环节 对于实验室来说 叫做检查器材 检查器材的前提是 你要先预定器材 你预定了准确的器材以后 到的器材公司 你才可以去检查这些器材 我心里面想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你心里面有一杆秤 这杆秤是什么 就是是有和没有的区别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有 你才能完成这个镜头 如果你没有 就完成不了这个镜头 这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摄影师是不可以让步的 还有一个地方是有和有多好 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拍摄的时候 摄影师说 哎呀我这个 我很想用体现它的这个质感的镜头 我要用莱卡的镜头 就是质片突然跳出来 莱卡镜头实在是太贵了 然后这时候你要说 哎呀那那怎么办呢 我就是想用 变成了一个僵局 但这个时候你要回头想一想 哎那我用MP的镜头 是不是可以 如果MP也不能用的话 我是不是用UP也可以 但是他当你说能不能 比如说我们用5D的镜头的时候 你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和非的问题 有和没有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大家来判断的一个要求 那么从我的层面上来说 我一般会运用我的这个专业指使 和这个美学上的一个创作呢 尽量去说服制片 能够给到我一个相对来说 合适的器材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代已经过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通过你的感光材料 来对你的画面质感产生控制的一个元素 那么现在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靠光学 我们来控制我们所谓的美学 控制我们所谓的光感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是镜头 镜头是零零种种 大大小小各种不同样的镜头 那他的这个东西 每一套镜头 你就要去了解它 你就要去钻研它 然后深刻的了解到 他每一颗镜头的一个个性 然后或者说你的一些偏好 你的一些喜爱 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 这个东西就是说 他有他的一个合适的一个 发挥的一个空间和地方 就这点我觉得是摄影师要注意的 就是你如何能把这个合适的器材 放在一个合适的一个美学创作上 那么第二点 找到合适器材 除了我们摄影机和镜头以外 其他的东西 有些东西肯定是需要助理 帮你去清点 或者你自己去清点的 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存储卡 然后一些基本的配件 包括你的那个电池 这些东西可用量 这个地方就是说 这个前期的设备检查呢 我觉得还是要仔细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你出外景 或者去什么地方的时候 你没有了这些东西 你在现场是很困难的 当然大家设计器材和清点器材的时候 要留一个余量 可能是我需要一套镜头 但是我会补充一颗或者到两颗 可备用的镜头 因为创作的事情有的时候很难讲 它可能在现场会突然 我想这里需要一个很局部 很大的一个特写 这时候如果你没有背一颗微距的镜头的时候 或者你没有背放大镜 或者没有背两背镜的时候 这个镜头就很难以实现了 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点就是准备器材的 我们另外的一大块 就是所谓的移动器材和灯光器材 移动器材是决定我们摄影机如何运动的 一旦当你前面设计好这个摄影机 如何运动的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那我们肯定就要想 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形式 我们到底是一种平滑的运动 还是一种不稳定的这种运动 如果是平滑的运动 我们可以选择的器材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所选择的移动升降车 比如说我们所选择的所谓的摇臂 还有一些特别的器材 比如说航拍 比如说水下拍摄的时候一些壳 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你的剧本的要求 来进行一个设定的 灯光器材的原则 我刚才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打光理念和打光习惯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接受的教育是灯光这个设计的部分 一般都是由摄影师来完成的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要考虑到 你对这个场景的理解 你对脚本的理解 和制片资金上面的一个权衡 就是首先我的建议是 首先要实事求是的根据你的剧情需求 来设定一个最优的方案 我一定要需要这个灯 那就根据是有和没有的问题 我就一定要需要这个灯 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 我似乎用60 然后这个演员的运动范围也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光线 我觉得硬光也比较好看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选择一颗40的灯具 可能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会检查器材 再往后就是拍摄了 这个拍摄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所有的成败都集中在 你这个拍摄的这个过程中 那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 首先你要有一种辨识永恒的概念 什么叫辨识永恒的概念 就是哪怕你前期设计的再好再完美 你到后期在现场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微小的调整 和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 你一定要把握的是 什么东西可以变 什么东西不可以变 变的是什么 变的是就是你 比如说拍摄的角度 和方式方法 你其实进行微调 或者一些 甚至有一些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不变的是什么 不变的是你对这个脚本的理解 你要知道我这样的变 是让这个片子变得更好 所以这个点 我觉得是大家心里面有感秤 那这感秤主要是来平衡 你变和不变之间的优势利弊的 你会觉得 我从这个角度拍的时候 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因为这个演员之前 跟替身我们找的替身 打光的不太一样 这比如特别是艺人 这个角度好像是比较好看的 那我刚才这个设计 是不是要不对 我是不是要改一下 是不是我的肌位要变高 或者变低 或者往左移 还是再往右移 这个光线的角度 是不是要调整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 也是我认为我们这个工作 最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在你无时无刻中 你都会面对着一些 时时刻刻要解决的问题 大问题 小问题 中等问题 但是面对这些中等问题 我觉得大家要带着一种 所谓辨识永恒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一直要在这个过程中 去找 所以我们 我觉得艺术创作也是这样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往往能够找到一些 可能突然一下子发现了 有一个很有灵感的东西 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 突然发现了 你真正之前 可能预先没有想到的东西 但你一旦拍出来这个东西以后 你后期再进行整理 这个之前没有预想到的 或者在现场的这个灵迹 很有可能就变成 你下一次拍摄之前的经验 根据这些经验 你也可以来制定 将来的这个拍摄的 中心的计划 这个就是你一个 不断能够在拍摄过程中 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 那么从摄影师层面的角度 你可能还要跟导演的沟通 还要和演员的沟通 这两样是我们经常 也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你的摄影师的沟通方式 因为比如说 我们拍普通的演员和艺人 可能你会 可以调整它的比较多 但当你拍到 有一些比较 著名的演员 或者大牌的艺人的时候 它的有些东西 它是很难反正过来的 比如说有的艺人说 我就不可以让我的脸上 一直出现阴影 我就喜欢白白亮亮的 光彩照人的 但它可能跟你这个场景 非常不搭配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去怎么权衡 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到底是在前期的时候 现在就把这个光改过来 还是说我在后期的时候 通过单独对它的这个肤色 进行调色处理 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修饰 而不改变我在现场的这个状况 这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如何运用自己的 专业技能和技巧 来跟演员 跟导演进行一个调配 就是如何来调配这些东西 那么当我们前期 所有的拍摄 都正常完成了以后 后面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所谓我们怎样讲的 叫post 叫后期制作的一个部分 对于摄影师来说 更重要一点 就是所谓的color grading 就是调色 就是调色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地方等于是 我们摄影师的另外一个拐杖 说你正常走路 其实是靠腿的 拐杖是辅助的 但有的摄影师 现在把这两个东西 可能会改过来 说哎呀 我这个前期拍拍 反正后期能救回来 我觉得这种思路和想法 其实是有点糟糕的 因为如果真的是在后期 能够都能够调整和 就是掰过来的话 说明你前期的工作 其实意义不大的 那就是说你这个 你的工作的可地带性 是很大的 就是谁都可以做这份工作 但为什么有的摄影师 他会拍的这个东西 让人觉得很有 很有价值 很有意思 因为他之前前期 已经把这东西 基本上做得七七八八了 我在后期的调色 可能是针对一些局部的 比如说皮肤的管理 准备一些色彩皮肤上 包括发色上 包括眼睛的颜色 包括衣服的颜色 前后期能搭配的时候 进行一些微细的调整 然后跟你前期所设定的 这个视觉的参考 在不断的去接近 做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 会经常说 就是调色它是一个拐杖 那绝对不是你的腿 路是靠腿走完的 不是靠拐杖走完的 那拐杖它永远是帮助到你 然后让你去走这个东西 你说我前期两个腿 非常健康 我的拐杖完全可以扔掉 只要你前期做得到位的话 你交给哪个调色 都是一样的 或者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后期它能够帮助到你 某种层面上 后期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其实后期 它是有局限性的 不是说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在后期能够解决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拍片的一个概念 当然它后期会让你的 这个前期的拍片 如果你了解后期的话 作为摄影师 对你前期的拍摄 会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你会很清楚地 知道这个绿布怎么拍 很清楚地知道 这个特效高速镜头怎么拍 为什么要怎么拍 你这个打光上 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 你对后期的一个认知 和理解之上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到此截止 就是我们基本上 一个摄影师 在整个一个广告 或者短片流程中的 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 那最后就是期待 最后的成片 所以刚才我就是 大概的从流程上 然后零零总总地 讲了一下 就是我们一个摄影师 在广告还有短片 还有纪录片创作中 他所参与的这个流程和环节 和他在每个过程中 应该注意到的一些 大体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